手游酷玩 玩了一个这个休闲模式 然后我本身没怎么玩 我就不太爱玩这种模式 所以说可能玩的就不怎么好 然后这老哥呢也是 个人觉得可能是 操作方面要比我强很多 反正我是被 这种模式就是我本身不太爱玩 因为我感觉他这里这个道具太多了 然后影响平衡的东西呢也有不少 所以说我本身就不太爱 进行这样的这个 玩有这种模式的玩法 但是这地方也是 这模式其实和正常模式相比呢 它触发了很多这个 不太一样的道具 然后也这地方误杀了我的队友 然后这个抱歉兄弟 我不是故意的啊 这地方也是打算啊 这后边可能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多跟这个大哥们玩一玩 这个娇娇小弟 怎么进行这个游戏的一个系统玩法 这地方呢 我这个奶酪推的位置不太好 这地方 这个狗在这 然后那个猫在那个地方 放了一个这个夹子 那这个地方 觉得难受了 然后这个位置 其实我感觉 如果我强行推这个奶酪 一定会踩到这个夹子 然后想一个办法 先跟他在这个地方周旋一下 大家玩这种游戏呢 其实 这个老哥 有点难受啊 但没有关系 我们这地方还是能帮他 稍微拖延一下时间 然后正好感觉这个 狗苏醒了 然后这个老哥也是 稍微被这个狗拖延了一下 然后也是回去吃了狗这个血 那这个位置还是有点危险啊 因为其实 对面这个猫玩的如何 我先不提啊 本身我这把玩的不是很好 因为我不太会玩这个 我不太会玩这个模式啊 基本上是没玩过 然后 可能对于这个玩法也不是特别熟悉的 这个模式也是退奶酪 然后退完奶酪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金钥匙 出现金钥匙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进行一个 金钥匙的这么一个获取情况 然后只要是获得金钥匙打开门 然后你的对手全部跑里 或者是残存的这个就是全部跑里 就算货撑 其实游戏本身的规则呢 哎 这地方这个狗 这是狗拿后子多少钱 是哥 你听不听过这句俗话啊 我们退个奶酪 然后你就在这 打扰我们退奶酪这个进场 这地方这个盒子也是好几次都没有躲过去啊 然后稍微活一口血 这地方 老哥 你想打电 你想打电 你这是啊 你这个人 你这人 你这也不是很爱我呀 这有点难受啊 兄弟 这位置稍微找一下下一个这个奶酪的这个地方 然后也是现在找比较费劲啊 因为 现在就剩一个了 这地方是没有任何提示的啊 所以说大家玩这个模式的时候呢 就是前期也没有接触侦查这么一环节 然后地图也是有所更改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地图都是不一样 所以说大家如果玩反了那个正常模式 或者是排位模式 你想玩这种娱乐模式呢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个人觉得非常好 但是 就是可能是获得条件比较麻烦 因为没有这个奶酪提示 这个屋太大了 然后你四处都能遇到这个猫啊 就有点烦 那这位置呢 这个猫也是被砸了 然后我是通过 爬在这个餐舌上 我才没有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位置有点难受了啊 但没有关系 我说理解拿这个紫药瓶 它会 散出一段这个浓露 然后种上的 就是只要你种了迷雾呢 就是这样的效果 一个左右颠倒 然后你的画面都是这个扭曲的感觉 其实这里的道具多种多样啊 还有这个云也是看不见视野啊 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 因为 就是很多 其实你自己不玩 永远不知道这个模式 有什么样的乐趣啊 这个还是以自己玩为主啊 这个地方 我急得给它挥狗血 然后没想到这个猫也赶过来了 不知道我这个老哥 能不能顺利这个逃生 主要是这个云太烦了 我不想从这边走 然后 上面走 还有点耽误时间 但是现在金钥匙已经出现了 然后 只要我们找到金钥匙 这把基本上结束了 但是也不太确定这个钥匙在哪啊 就 有点难受 现在这个位置也是僵持住了 对面现在一个老鼠没有放肥 然后我家的也是一个金钥匙 金钥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眉目 这时候你要注意队友型号 一般队友发这个求救啊 就是右上角这个红 红的这个十字 然后 屏幕出现这个求救 基本上就是你的队友 已经找到这个金钥匙了 这时候呢 由于我们没有找到 我们就去支援我们的队友 这边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模式的这个屋里的这个女主人 我先聊着她一下 然后没有反应 等会儿一会儿 好像得让她正面看着我 我先吃一口食物啊 这个 身为一个老鼠近人家 哪有不把别人家东西 全部拿走的这个道理啊 这地方 稍微把灯关上 灯关上之后呢 下她一下 给你看 这个也是女主人啊 这个女老鼠觉得有点过分啊 这个怎么改变这个物种呢 这个有点尴尬啊 但是女主人现在在这个房间里 她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 如果金钥匙在这地方 我们就会比较难搜查 因为其实她本身就相当于一个 就相当于援助猫的这么一个角色啊 因为其实在这个地图啊 这个地方啊 我这个 算是水友啊 也是成功找到了这个金钥匙 然后我们这地方就投入这个猫 然后砸了猫一下 捅了猫一件之后呢 这个猫也是发现了 拿着金钥匙的人 然后她也是不太理其他人啊 这个有点难受 但没有关系 这边我们就在她身边蹦啊 这个最好是残血啊 这个我现在这个诱惑效果还不到 这个位置呢 其实捡一个这个武器 然后看看我这个队友多久 才能把这个门打开 这地方只要打开门 我们基本上就结束了 然后门在什么地方 我好像忘了 我之前好像看着过一个金色的门 好像是在客厅吧 好像不是在这个地方吧 这地方也有吗 我不太确定啊 这个刚才 光顾 那个聊子她家女主人了 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啊 这地方也是她家女主人再一次来了 然后由于我之前把灯灯火了 所以说可能我家现在有一定的这个烈水 然后我只能凭借我的这个记忆 看看我能不能找这个灯的开关 这地方也是找了 然后直接把灯的开关打开之后 我的队友也是发现 好像是没有这个 这叫什么东西 那个金色的门 然后我的队友也是跑了 这地方 他已经成功打开这个门了 然后你先跑 能跑一个是一个 这地方也是成功的 我直接拿着这个武器先下去啊 因为这时候其实我和猫可以做一个兑换啊 这个因为我本身是有一个加血技能 我可以让我的队友先走 然后我本身扔他一个道具 然后我再考虑自己走不走的这个问题啊 这地方也是这个猫开始在这守住待兔了啊 这地方你肯定是100%抓不到 然后他也是把我们队友抓住了 但基本上没有关系 队友也是跑了啊 那这位置就看大家怎么说了啊 这地方我好像这个扭曲要计 给队友扭曲了 然后也是直接取得胜利啊 这个也是临死反驳了一下的 这个有点难受啊 这个猫其实也很猛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